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7月1日,这今天的第四场读报点评节目,刚才看到了很多的新消息,自由世界就有个好处,各种消息你难逃媒体,媒体平台都会报道,媒体不可能是完全独立的,总有倾向性。 那么涮上给大家介绍了,有很多好的自媒体,有趣的自媒体,刚才看到的是台湾叫新闻大白话,他在这边讲什么,讲大纪元的这个关卫东的案件,也就是大纪元的一个财务的总管,财务主管叫关卫东,受到了美国司法部的起诉。 今天台湾这个媒体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它叫新闻大白话,我看的不是太多,明显是有倾向性的,不管怎么样,这个新闻自由嘛,是不是啊? 它就讲大纪元这个事,目前的这个司法部的审理的进展情况,也提到了,就美国的司法部,明确指出呢,就是这个关卫东,涉嫌欺诈这个事和大纪元没有关系,是孤立的,也就是他代表他自己。 好,我具体没有什么研究,我只是告诉你们有这么件事,也是人们现在比较看得热点,不过现在更大的消息有意思呢,就是川普,川普运气来了,今天美国的首场辩论后,川普再获重大胜利。 世界新闻网报道的,美国之音,发广报道了,也就是美国最高法院在4月份,听取了川普的口头辩论,川普认为呢,前总统在任期间所犯罪行,不能被起诉。 川普的团队变成,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的行为,属于总统工作的公务的外围,他们还认为,如果不给川普全面豁免,未来的总统,他们会因为担心离开外宫后,就受到刑事起诉,而在领导方式上受到限制。 看见没有,他讲的有道理,总统你必须甩开手脚,不要有顾虑,大胆地干。 所以就有个总统豁免权嘛,现在这个问题现在出现逆转了,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今天裁定了啊,川普对总统官方行为,享有豁免权。 你看,这川普大概都要取代拜登了,所以现在拜登一定是想起洛斯福了,是吧? 我说为什么今天告诉你们很多新闻呢,是吧? 你就看金山派,也看出来了,是吧? 金山派手下的人很狡猾,你看马上有一个卫星,不用这个中共的,是吧? 用这个俄罗斯的,是吧? 你都可以看这里好多事啊。 因为川普要回来,肯定川普有办法哄这个普京了,普京就要找台阶下了,是吧? 你看这很有意思啊,现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高潮迭起啊。 这个文章讲啊,将前总统川普1月6号,在国会山骚乱中被指控的行为,是否受到法律保护的问题,这个交给了下级法院。 6比3的裁决,虽然不是川普的最全面的胜利,但几乎保证,也就16号大选都不受影响。 你知道吗? 1月6号不会在今年总统大选前开庭审理,只要不开庭审理,这个川普上了以后就可以命令司法部撤销案件就完了,这很有意思。 美国最高法院这个称在裁决推迟,称情把这个裁决推迟到本周一,即本年度期的最后一天。 这是非常大的新闻啊,发狂做了报道,美国之音做了报道, 我们来看看世界新闻网啊,美国之音呢,给我的感觉往往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好像有点,还是有些限制了啊。 我看看世界新闻网怎么讲,他说7月1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了,总统对官方行为享有豁免权,将前总统在1月6号国会山骚乱中的指控的行为,是否受到保护的问题交给了下级法院。 就现在还有那么一个小姨伴,说6比3的裁决,虽然不是川普的全面胜利,但几乎保证在1月6号的案件,不会在今年总统选前开庭胜利。 也就,你看现在川普这个人气很旺嘛,他辩论过程当中,由于他比这个拜登年龄小一点,再加上他心理素质更好,身体更好一点啊。 所以他对大如流啊,当然这里面也充满了谎话,但是他毕竟给人感觉不那么老。 拜登就给人感觉实在是老太隆重了啊,但对拜登团队厉害,所以我说为什么现在完全有可能啊,就在台海南海朝鲜八道干起来,就跟这有关系啊。 那团队人心想,你下去了,我们这些人又没有工作了,不得干他一把啊,是不是啊? 因为战争只要一发生了,那就是战事总统了,是吧?你川普就歇菜了,这很有意思啊。 说现在美国这个血呢,这个如期临近了,就剩几个月了,这个是怎么事啊? 全世界今年很多国家都在大学,都在换人,只有两个人不换,那就是习近平和普京不换,撒克金山胖,他们不换,这边都在换。 但是你不认哪个国家换,最主要是美国了啊,所以大选非常重要。 美国最高法院是在四月份听取了川普的口头辩论。 川普认为呢,前总统在任期间犯罪不能被起诉。 川普团队是这样辩护的,他在2020年总统选举前的行为,属于总统公务的外围。 那么他们还认为呢,如果不给川普全面货免权,就可能要打个样,输了一个榜样了。 以后的总统就不好干了,是吧,这可能也是一些动摇他的国本人家,是不是啊? 所以根据有一个新闻网站,一个记者叫贝克报道啊, 美国最高法院辩论中,似乎准备裁定前总统享有一定的货免权, 但不是川普所寻求的绝对货免权。 据英国,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报道啊,即使大法官做出不利于普京的, 不利于川普的裁决,审判也可能不会在9月之前开始。 审判定在今年早些时候进行,但被无限期推迟了。 也就是美国的老百姓在看呢,因为美国方面面一看, 拜登这个虽然思想,官场游子经验很丰富, 唯独中共也很给力,但是呢,毕竟年时已高了, 担心将来他有领衔的话,打不败中共怎么办,是吧? 所以转向这个支持川普,这个概率是比较大的啊, 尤其是民主党人好多人也开始有哭声了, 让这个川普退下来,让普京啊,让这个这个拜登退下来, 是吧?但是呢,很难,拜登坚决不退啊, 拜登的太太支持他也不退, 如果不退的话,你想可能害他领先, 领先的话赢川普很难啊, 但是川普要回来的话,有好多事就具有不确定性了, 川普这个人这么讲,不太好把握啊,不太好分析, 比如说俄乌战争是不是要终止了, 他会给乌克兰断粮了,是吧? 对给乌克兰施加压力啊, 当然这个拜登和泽林斯基有办法, 签订合约就行了,是吧? 签订合约随上都不能改变, 但是这个能不能来得及, 其实已经签了啊, 那么就可能美国就要逼迫这个泽林斯基 以土地换和平了, 这个普京也会什么, 找小板凳就坐下来,是吧? 马上给那灯放到这个川普旁边, 大哥,你把这灯给我摆一摆, 我借台就下来了,是吧? 因为川普也不想打了, 因为什么这个打不下去了,没钱了? 你看这一两天, 把他摁在地上打,是不是啊? 把这次丢回卸甲呀,狼狈逃出来,是不是啊? 因为什么你银子没有了, 打不下去了啊? 所以你看,就在这个节点上, 就看民意了啊, 如果美国的老百姓民意都想止战, 不想打下去了, 那么大概率可能就要顺遂推舟, 偷给川普了, 要川普捐逗重来, 这个事可就大了, 我给你, 这个不是一般的事啊, 你就想想, 他回来以后, 还有两个人一看还认识, 还是那个脸, 就是习近平和普京, 你看这事真有意思啊, 那么他就要重新反思这个中美贸易战了, 是吧? 所以这个习近平两个角力, 怎么角力, 那就洗油的一看了, 普京也是一样, 是吧? 他怎么哄普京, 他有几三派怎么哄, 是不是像上次呢, 李贤夏是抱在怀里, 声称我们都相爱了, 收买他, 还是狠狠地整他, 咱不知道, 因为你不可预见的, 因为这个川普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啊, 因为他是个企业家, 他是个企业家, 大家都知道我接触了, 你跟企业家谈利益一点问题没有, 我就跟你讲吧, 如果你想赚钱, 就和企业家谈钱的事儿保证, 他是很兴趣而傲然的, 政治家不一定, 有的时候他, 你跟他交易钱可能不太行, 所以这个很大的麻烦, 他虽然都反共, 但他的执政风格相当大的不同, 这是今天相当超震撼的一个新闻, 那这世界新闻网报道了, 法国王也做了报道, 大体上都是一致的, 因为还有一个地方法院, 还留个尾巴, 这是今天那个相当相当大的一个新闻, 那么在上一场, 我就曾经给你们介绍了有一篇好文章, 这篇文章非常好,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万维读者网, 有个江夏编译报道的, 我发现, 凡是编译报道出来的文章都是老外写的, 由于人家的双语啊, 英文中文都好, 所以翻完以后, 看起来很漂亮这篇文章, 讲到美国大西洋月刊, 网站发行特约撰稿人, 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 非常住高级研究员舒曼, 怎么叫非常住, 就是我就属于非常住, 多伦多大学非常住的法院学者, 我不是天然去, 很少去, 但是我一直是掌握他的头衔, 他一直给我的头衔, 我随时可以去啊, 中午吃饭晚上, 吃饭是不要钱的, 但是没有薪水的, 我考虑到经济原因, 停车费太贵了, 你要停一队到20来块, 10来块,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汽油, 我从这开到那半个小时, 来回来一个小时, 还有时间, 我这节目就不能做了, 是吧, 所以我就没去, 但是我属于非常住, 这个多伦大大学, 没期访问学生, 网站都有, 咱不是在吹牛, 是吧, 咱个不是就一年就完事了, 那是一直在当访问学生, 我告诉你, 他这个人就所谓, 就是在家办公, 他是研究员, 所以人家的水分特高, 他就讲, 一年前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告诉, 这个泽林斯基, 中国始终站在和平一边, 但中国最近明显缺席, 瑞士主持的和平分会, 原因是什么呢, 是俄罗斯没有受邀于参会, 他告诉你外界呢, 对习近平可以影响普京, 帮助结束俄乌战争的希望, 现在已经消失了, 就习近平提出这个十二点方案, 没有用, 已经被国际社会摒弃了, 我跟他想当世界老大, 没门了, 还是美国老大, 对吧, 美国领钱, 和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 中国在俄乌战争中, 实际扮演的角色, 是俄罗斯侵略农力的促进者, 美国极其蒙古面临的现实是什么呢, 欧洲旷日十九的战争, 正好符合习近平的利益, 这么打下去习近平有利益, 你看, 他正希望借此摧毁美国领导的全球安全体系, 以便乃至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 就习近平给钱买这个俄罗斯天然气石油, 对吧, 然后只有这么牵扯了这个乌克兰, 他搞这个方案, 搞来搞去的, 就是要消耗美国的资源, 看见没有, 他说他可以把解决乌克兰危机的重任, 留给华盛顿, 并从重于力, 虽然北京官方仍然在宣传和平谈判的必要性, 但七国集团呢, 六月峰会说呢, 中国, 北京支持俄罗斯陆群乌克兰, 要求北京停止对俄罗斯, 最终可能成为俄罗斯武器的部件和设备, 就是美国现在指责中共是后开, 但是美国没有什么实施性动作, 我不敢彻底的翻领, 为什么, 就是因为现在美国的窗口起, 明白了吗, 是吧, 美国大选在进行, 到底谁是总统还不一定呢, 因为拜登如果是不是总统了, 那就马上就老百姓了, 他这个当官可不像中国老板, 中国那个当官退下来以后, 还可以什么做做什么, 还可以遥控的生意, 吃死他物, 是不是啊, 还想搞个什么这个会, 没这个门了, 你退下来以后就老老实实的, 就和这个隔壁栅栏外边这个拔草的老人家一样了, 没钱就是国民了, 这是很大的事啊, 那么人家川普一旦上来, 人可能就有人的想法了, 人都是这样嘛, 尤其咱们两个老人虽不服输, 肯定要独树一指, 你要往东我就往西, 你往南我往北, 这事麻烦就大了啊, 这篇文章告诉你, 如果普京在战争中获胜, 那么习近平得到什么利益呢, 习近平就会有一个战胜和恨西方的伙伴, 共同促进专制独裁政权的全球力量, 他说即使普京未取得彻底胜利, 习近平也将帮助俄罗斯耗尽, 美国及其盟国的军事和财政资源, 同时把普京治下被削弱, 但资源丰富的俄罗斯拉进中国的轨道, 那什么意思, 你要打败了, 你更依靠我的, 我是老大了, 然后呢, 你这财三尾不得不给我用, 他打这个如意散开, 是吧, 反过来讲也是一样的, 你想美国也是消耗中国的资源的, 你资源他也是一样啊, 是不是啊, 普京也是一样啊, 普京的资源消耗了差不多少了啊, 这边我告诉你, 2023年中俄两国的贸易总额达到了多少呢, 2400亿美元, 同比增长26%, 乌克拉战争爆发以后, 中国对俄出口积升了64%, 中国金融部门已经开发了一种俄罗斯卢布人民币支付系统, 就它已经有了一个人币和卢布支付了, 已绕过国际银行的swap网络, 一些俄罗斯银行已被西方制裁, 禁止进入盖网络, 也就现在是实际上半个脱钩了, 只是美国在那等, 这种贸易已经成为俄罗斯的生命线, 中国商品占俄罗斯进口总额的38%了, 而中国购买的商品占俄罗斯出口总额的31%, 就双方这个贸易是这样互补的, 那么自22年欧盟禁运以来, 中国已经购买了将一年的俄罗斯出口的缘由, 大西洋理事会学者的一封报告说, 中国通过从中受制裁的俄罗斯, 以及从伊朗, 以及伊朗购买石油正在支撑两国的经济, 各块西方的制裁, 就中国现在已经成立俄罗斯这个经济基础了, 完全控制住了, 那么他讲, 他说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的一个学者指出, 北京决定继续与莫斯科做生意, 指克里姆林共面于经济和政治的灾难, 这篇文章指出到目前为止, 习近平的行径几乎没有输出代价, 但这种有罪不罚的现象可能正在改变, 就现在西方其他公益我可能就要惩罚它了, 弃国集团威胁要对帮助俄罗斯取得战备物资的中国金融机构, 和其他企业要实施额外的制裁, 上个月拜登政府已经对帮助俄罗斯重建军事供应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制裁, 也就是围堵中共,拨钩断裂, 这个大网一点开始扎紧了, 现在开始了, 你不脱入也不行了, 那么这些行动可能不足以迫使习近平改变立场, 就习近平一定是花了个人脑袋走到底, 捆绑是无上限的, 你看那个徐勤代表黑龙江代表团都到俄罗斯去访问, 是吧, 你看刚才上一场不讲的, 这人也和四场过, 一起开始研究安全问题, 这都是全方位的, 而且在这之前就王小红也跑去了, 这都准备下一步要开战以后, 这样老百姓的一些办法, 那这篇文章告诉你, 这个习近平相信与普京合作战胜西方的全球势力, 对中国来讲是正确的道路, 他认为, 中国与俄罗斯建立更深层的关系获益两朵, 去年俄罗斯是中国最大的外国室友供应国, 占中国进口总共的五分之一, 也就是说中国现在的石油就是靠俄罗斯了, 那么俄罗斯靠他什么呢, 通过购买石油拿到钱, 来支撑他的这个战争经费, 对吧, 已经可以看出来了, 对习近平来讲, 撤回会或减少对俄罗斯的支持, 可能比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面临更大的风险, 任何可能危及现状的事情, 比如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中败退失败了, 更不用说陷入经济危机或者本土政治混乱, 都可能对中国漫长的北部边境构成重大安全威胁, 我刚才不告诉你们了, 为什么贺荣王军红他忙活跑来跑去, 是吧, 那目的做好了一张牌, 将来一旦出现这个结局, 结局那个乱了, 他要在那个边境镇压, 看见没有啊, 就开始了啊, 叫所谓什么国家安全合作, 是吧, 就捆绑到一块了, 因为你想嘛, 他那个边境和黑龙江连在一起啊, 到那时候你也不用走线了, 是吧, 人们纷纷翻墙都跑了, 是吧, 开始逃往欧洲, 进步想来到美国, 对不对啊, 所以来到自由世界, 这是很大的事啊, 这篇文章最后指出啊, 他说对, 他说俄罗斯越依赖对华贸易, 习平对普京的影响力就越大, 他就越能向莫斯科施加, 要求其支持北京的全球野心和利益, 就习近平现在打的算盘就是, 他要统一台湾, 要把台湾拿下来啊, 习近平虽然计划从普京那里获得任何他能去榨取的东西, 普京几乎没有其他选择了, 现在普京就完了, 不是第二大军事强国了, 那听习近平的啊, 他要去求一个金算盘啊, 现在普京是要大了头了, 是吧, 这两国之间, 这个, 一项名为西伯利亚动力二的重大管道协议, 已经停止不签了, 这个协议也不行, 这管道是吧, 叫协议二啊, 因为莫斯科对北京要求的大口出, 折扣天然气价格, 犹豫不决, 但习近平可以耐心的等待, 就习近平用这个东西拿他一把, 开始买他的油要便宜, 是吧, 你看习近平啊, 你这么讲吧, 你看习近平有习近平的一个想法啊, 但是本人认为啊,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就是习近平是不是要打台湾, 习近平要看什么, 看国内这个日益计划的矛盾, 这个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无法调和, 他无法镇压的话, 他可能就要开干了, 因为你看他这个, 他这个人大已经出台的应急法嘛, 应急法是什么, 提前打个样, 一旦社会动荡了, 他就找一个镇压老百姓的理由, 对不对, 这不法律镇压吗, 他这一镇压, 那派随镇压, 军头们镇压, 你看现在军头能团结起来这压老, 就分成很多派系了, 立刻军阀混战, 那军阀混战他一看, 不行了, 这个把握太小了, 混战结局就是, 水果可能给他抓起来, 你就想想李尚夫的人, 魏奋和的人, 李克强的人, 徐宰沪的, 郭伯雄的人, 刘亚洲的人, 薄熙来的人, 老了你就想这些人, 房门会人, 张扬的人都出来抓他怎么办, 打台湾, 这叫什么, 破罐破碎, 所以有可能走遍, 这是非常大的国际局势, 都连在一起, 你看看这种局势, 本人认为, 川普要是回来的话, 似乎这个世界, 会有一些改变, 因为你想象一下, 你管的是自由世界, 危险世界, 人都是这样吗, 就是得过窃过, 能过一天过一天, 是吧, 真正要打仗了, 肯定有些国民就想, 咱选择一个领导人, 一定是咱们别打仗, 再怎么不好, 也比战争好, 如果这样的话, 那川普就要大胜了, 川普大胜卷土一冲来, 哎, 这个你附近马上就变了, 是吧, 这个金三胖也变了, 这个习近平变不变, 就不好预测, 本人认为, 这个习近平你别说, 也不知道习近平下一步, 要是真正的川普要回来了, 还带着蓬佩奥, 我不一定才能用蓬佩奥了, 如果他用蓬佩奥, 你说回来以后, 人民日报都把它称为肥筑蓬, 这个咋办, 你说, 哎, 不过行, 蓬佩奥已经断裂身体, 已经变瘦了, 到时候假装死别人来了, 是不是啊, 但是不管换谁, 谁上谁下, 我希望, 这个辽宁了解中国的, 对中共, 这个认识非常深刻的, 对打压中共啊, 这个最坚定的, 那就是余茂春先生那个回来, 是吧, 还给这个川普作为中国问题的, 这个特别顾问, 到那天, 进一步要围堵中共, 你不管是普京, 这个不管是拜登上了, 还是川普上了, 本人认为他们在这个, 围堵中共这个问题上, 保护台湾这个问题上, 应该讲是跨党派的, 这个东西不会改变, 只是手段不同而已, 是吧, 好, 谢谢, 再见。